重云 行秋 哦 是派蒙呀 刚才真是好险 差一点就输给你们了 咦 这是在领奖吗 没错 派蒙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把奖品让给你 真的吗 是什么呀 是本堂主签字奉上的 往生堂高端定制服务 买一赠一券 看不出 原来派蒙这么想要这个奖品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你们收好 是吗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来 收好 收好 这服务随叫随到 运气好的话 不叫也能到 派蒙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哼 才不找你呢 我们是来找重云的 他好像需要帮忙的样子 哦 那件事呀 不如我再出个诗迷 让派蒙猜猜看吧 啊 还要加赛吗 四妖飞妖 如邪非邪 远望行游 无平衣 静桥忽闪 身影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 听这说法 我才是野外的小鬼小魂 我来说吧 其实 她是我今早在野外修行的时候 突然瞥见的一个废人之物 她身下无物 却能飘在空中 躯体 也近似透明 我还以为终于撞上了一个 不怕我纯阳之体的要险 赶忙施展所学方术硬敌 但我所施方术对她居然没有任何作用 正当我想要上前确认的时候 她却突然没了踪影 你确定那不是鬼魂一类的东西 不是 我能感觉到她有明显的实体 而且 要是鬼魂见了我 恐怕早就跑远了 这也怨我 当时太兴奋 没有先确认其真身在行动 现在想想 如果对方不是要挟的话 我岂不是有可能触犯了纤误 也别这么想 说到底 那毕竟是个你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样的反应很正常 况且 我们这不也是在尽力探究真相嘛 温迪呢 你对重云的描述有什么头绪吗 唐主猜猜看呢 那就是有了 其实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呢 只能告诉大家 那东西应该不是黎月所称的妖邪 至少没有什么危险 嗯 我们把这个巡物的环节 也融入明天的诗歌活动里 咦 是一边在外面玩一边显示的意思吗 很接近了 但不准确 好点子也不是凭空会出现在脑袋里面的 要我说的话 大家还是先好好休息一晚 放松放松 我看这家伙的眼神 早就飘到酒摊那边了 我看这家伙的眼神 嗯